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这个奖励是完全是靠粉丝给我们的 就可以说就算你底下再努力 如果没有粉丝支持你的话 你也得不到这个奖励 所以怎么说就是得到了还是会很惊讶 然后很开心 对 谢谢大家支持我们 而由SNH48 TeamN2演绎的16人曲 光之轨迹众望所归 宅得16人曲的第一 在自次金曲大厂演唱会的收官时刻 SNH48 Group的运营方现场发表了 上海团体SNH48自成立以来的首次团队大重组结果 这一重磅消息不仅是对粉丝而言 对成员们同样也是相当重要 因为今天就是虽然也是跟往年一样 都是我们的粉丝投票选出来的最好的50首歌曲 这样的一个演唱会 但是今天不一样的意义主要在于 我们今天还有这个就是大组合的内容 就是对于现在原有的队伍成员重新打乱再重组 这个是非常的一个吸引人的地方 然后也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情 所以对我们来说是最不一样的地方 据悉所有SNH48在即的102名成员和新出道成员 进行了重新分队 形成了全新的Team S2、Team N2、Team H2、Team X四支队伍 原有的Team X2宣布解散 全新的队伍Team Future现场宣告成立 亲密合作四年的N2队就面临着成员的去留问题 不少队员更是难言不舍累撒现场 我这次被就是分到别的队伍里面去了 然后跟大家在一起 在一起四年 哎呦我的妈 真可憐 真的很舍不得 但是作为从N队出去的一员也会继续努力 因为我是从N队里面出来的 然后也会在新的队伍里面 然后继续的好好发展 然后也希望SNH也能够大家各自安好 平常就相处 四年嘛 说长不长说短不短 就大家生活都在一起 一起吃饭睡觉训练啊 对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对 然后我们的成员生日的时候都会一起 就是吃东西啊 然后一起就是放松聊聊天这个样子 然后我记得有好几次也是聊了个通宵这个样子 大家都觉得是一个很尽兴吧 因为平时大家工作都比较忙 都很难凑到一起的时间 然后那些时间呢 就让我们就更加了解彼此 果然是姐妹情深 虽然有着满满的舍不得 不过还是要给自己和成员们送上大大的祝福 期待大家未来可以创造出更多好成绩 对那个小组合 还有这次的组阁的话呢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组合的新的发展吧 因为我们N队已经在一起四年多了 这次的组阁对我们来说 可能老成员会走掉一批 非常的不舍得 但是对他们来说可能是一场 就是新的体验吧 然后我们的 就是小分队的话 像我和朵朵有那个 HO2 还有娜娜 她有BlueV的这个小组合 希望我们来年的话呢 可以以这个组合形式带给大家 多一点不一样的我们吧 我自己的话 因为刚刚重组了这个队伍 所以我自己对队伍的这个 目前的规划和发展并不很清楚 然后跟新的队员也需要熟悉一段时间 和磨合一段时间 那我自己的话自然还是 先主要还是专注于自己的工作 先把目前有可能就是要 做的一些工作先做好 然后就是我相信等到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最新 就算跟成员一起排练 也是到过年以后的事情了 所以目前来说 我还是先考虑好自己的事情 然后等到跟队员们一起训练的时候 再考虑整个队伍以后的方向 也要跟我们新的队长万灵娜一起重新研讨一下 队伍的发展和方向这样的 希望能够在新的队伍里面 能够跟其他的成员一起好好发展 因为我跟一家这次就是作为N队的新队长 所以现在呢 想要带领新成员尽快地熟悉 我们N队的这个环境 让他们就尽快地就是跟上队伍的步伐吧 期待妹子们更多新的发展 看好你们哦 上海报道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